在小鎮上的几条街道上奔驰着 汗流浃背 成了小黑炭 累了 饿了 回家去 不见得能找到天饱肚子的食物 在那物质贫乏的时代 什么是快乐呢 所以也没有办法回答 当快乐确实存在的时候 不曾察觉到 只有当快乐离去时 才会响及快乐已如水般在手指缝间溜走 新的生命的来到 带给了我惊喜 虽然不满六岁 我却喜欢背着妹妹哄她睡 或者家中无人时也会照顾妹妹 她饿了 去对街上买米糕来给她吃 竟也博得大人的赞赏 有那么一次 我又在骑楼下玩 隔壁的照相馆老板梁和母亲在谈天 徒人逗着我说 要把妹妹抱去卖给人当养女 唯一懂得什么叫养女 我不能忍受这种无情的措施 所谓养女是成天给人做苦工 没有自由像奴隶一般 当下我大哭出声 并且从老板娘怀中抱走了妹妹 只往家里跑 我的伤心以震惊 却引得大人们的风笑 就像姐姐所说 出嫁以后要离开我们 对同志的心是多么严重的打击 己人忧天 还提时候的忧愁是难以理解的 许多年后 我常常回想到童年惊心动魄的这一幕 分析自己个性属于忠厚老实行 一辈子就常常因为太容易相信的人 吃到许多莫名其妙的亏 天生的个性 小时候已露出端倪 听说母亲要和父亲回大陆去 都不免感到难过 美男女把大陆说成长山 我则以为是长山 意味着很远很远看不见的山的那边 而且当时唐山人又和本省人有着隔阂 我下意识地感觉到 那个四个不好的地方不应该去的 同志的忧愁满在着 隆德可以突然记忆地深处 直到现在我容可以清晰地看见 随时的自己 用小凳子垫着脚 望着窗外 等母亲去火车站边的姨妈家洗衣服 尿布回来 在孤独的等待中 竟也在忧心焦虑着 要远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 多么可怕难过呀 去参观母姐姐的学校 大甲文昌国小的运动会 回到家后 在榻榻米上 学着跑步走 到妈祖庙去看歌仔戏 也学着唱 并且匕首画脚的 多得大人们发笑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艺术天才 在黑板上画着雨伞 茶壶 香蕉等等的东西 母亲缝着山盆四游 左邻右舍的人 便赞美我 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 幼年时候的往事 谁有记得清楚呢 只有一些让人怀念的 印象深刻的片段 还依稀可以回忆 战争过后的社会 难免有些不安定 满街群众骚扰着 勇着一个罪犯游街示众 那个凶手在想象中犹如鬼影 躲在人家床埔底下 等人家熟睡之后 以刀杀死仇人 抢去财物 多么恐怖的一幅画面 经由人们的口述印在小小的心灵上 永难抹除 在幻想中 我自己加了一层阴森 把那床埔想象是破了的 那个死神派来的凶手就从 有洞的床下 探索毒气人命 有那么一两个夏天的晚上 大人们与邻居在二楼的后院 乘梁聊天 可能我在母亲怀中睡着了 被抱回床上 半夜醒来 昏黄的灯光下 只留我一个人在床上 于是想象着是否有 另一个恐怖的凶手也躲在床底下 在万般的惊恐中 我放声大哭求援 却无人知道我为什么哭得厉害 只被当是怕暗 怕孤独 这也反映出我自己个性的软弱 打架了 打枪了 打架了